106年全運會局中賽程來到第三天 台體大選手陳勝英上屆在男子94公斤級中拿下金牌 今年再度參賽希望拿下二連霸 但因賽前一週受傷無緣未免 那賽前上個禮拜六因為練習的過程中 不小心去拉到內側任帶受傷 所以原本是可能就是我連走路都會沒辦法走 然後是硬下去練不會去想說我的傷或怎麼樣 就是寧可在台上是我們說的 寧可死在台上也不要放棄每一把重量 所以我就比賽之前我就告訴自己 當我踏進帶的時候我就沒有傷 告訴自己我傷好了沒有傷 雖然受到傷勢影響但陳勝英不放棄的精神 最終靠著抓舉147公斤 停舉180公斤總和327公斤的成績拿下銀牌 我非常滿意因為我不知道會舉這麼好 就是因為我練習抓130停160而已 我不知道比賽還可以抓這麼好 賽前陳勝英不敢想自己能否在這次全運會中 奪得獎牌最終他獲獲銀牌 而今日舉重場上也傳來揭曝 台南市代表選手陳柏任在抓舉以162公斤打破全國紀錄 記者龔晚林 宜蘭報導